本来啊,还觉得他两好三坏的故事挺可怜的 可是先一早看到头上留下的印记 我就开始怀疑,我碰到妖怪 到现在有点头动脚轻 一直觉得自己被封在奇怪世界里面跑不出来 T道长独门领服,保证你即刻回婚 同是一场代价养老多一瓶 说多真话,信心容你 我相信 天照,只是只有这保罗 原来如此啊 哎呀,我只能说阿克尼啊 今生注定难道此结了啦 可是,蚊子他 蚊子他怎么样 昨天生日以他 那还用问 总而言之呢 经理果然是用文字告白了 浪漫的花海战术啊 加上感人的告白宣言 文字最后 太落泪了 经理 戴行李 廖北亚 那是新安经理谢梦学啊 你欣赏的你 人家梦学经理是如此费尽心思 那是你啊 李阿克 那么漫不经心 还编那么荒诞不经的故事 我告诉你啊 昨天啊,蚊子他 告我哦 屁道士啊 打落水狗 也不是这样打法的啊 只是 阿克啊 我觉得 你跟蚊子之间 总是少了那么一点 爱情运 爱情运 爱情是靠努力的 如果今天一切都讲运气 文字 今天 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讲明白 怎么会这样 你们 会活着吧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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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货 你是吃了没事干嘛 啊 老子店里的正店之宝也敢偷 我警告你啊 快给我乖乖送回来 否则 嘿嘿 下次挂点的就不只是那几条笨鱼了 还有 告诉那个海贼王什么低的小弟 敢晃我的蝶 算他有种 不要给我动到 晴恩 对不起 是我爱你们的 王贱男 你这个连小时都没有毕业的手袋 除了在华哥面前的蛤蛤蛤狗 在外面七三趴之外 你还会怎么呢 你这个 就指了欺负动物和女人的废弃物 又是鲨鱼雄手 你会得到报应吗 死不迷雾的女人 会支持夜夜缠身的女人 让你走路跌倒 每次撞墙 外加三餐五茶宵夜 华哥还变你 拿了 哇靠 这贱货一定吃了黑龙醬汁哈尔甘达的天山雪莲 才没让主宰我们剑人大哥 而且啊 蛮肯定 给这贱货吃乎甘达天山雪莲的家伙 是那海贼王低灶杯的小弟 哇 一个男人可以把胸肌变到低灶杯 已经算是特异人士了 反正 这海贼王的小弟 一定不是小卡 说不定 快玩个同等级呢 闭嘴 啊 打死我啊 打死我啊 小哥 快打死 借货 什么小小的 借责户 我先去看你全家 把那边打血 把那边喂狗 去 说没有 华哥 华哥呢 去哪儿 华哥 你还好吧 看 华哥 华哥 趁折枷锁呢 华哥 我已经去找了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把它找出来了 时间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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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时间够了吗 我再给你三天 你要是再找不回来 我给你用不完的时间 好吗 谢谢哥 是猫哥 猫哥 猫哥 我学祖宗是真的 我们被榆林缠上了 说不定 孩子们的小弟 只在远处 发工 放你妈的屁啊 你至少祖宗一辈子不要吃肉 更不止于林 七零亚零柱林 都会走到他了 告诉你们两个 我们现在不要废话 还不快给我找回来 去